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用来进行我们的设备挂载的 进行设备挂载的 大家注意 我们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因此当中所有的可存储设备 包括硬盘 光盘 硬盘 软盘 移动硬盘都必须挂载之后才能使用 只是硬盘的挂载是系统自动进行的 不需要手工进行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使用光盘 硬盘或者软盘就必须人未来挂载 那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挂载啊 其实说挂载就是什么 我们说Legis当中每一个硬件都有一个设备文件名 那光盘是不是也会有它一个设备文件名 哎 有这样一个设备文件名 而且呢 光盘也会有它自己的这样一个挂载点 也就是我们说了盘服 那我们当然是需要把它的设备文件名和盘服联系起来 我才能通过访问挂载点 也就是盘服来访问这个硬件设备 那么把设备和它的挂载点连接起来的过程 我们就叫做挂载 其实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Windows当中我们要想使用光盘 光区 光区插入之后 它会Windows自动给它光区分配一个盘服 假设是DFJ 任意的自补都行 但是呢 如果没有这个盘服 这个光区就不能使用 那Windows也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设备 假设我们的光区 它也需要它的设备文件名在这 它假设它也是这样 它也需要一个干嘛 盘服 然后呢 才能使用 只是在Legis当中的盘服是挂载点 也就是一个目录 而设备文件和挂载点之间的这个分配盘服的过程 必须人为手工进行 而不是自动进行 Windows全自动 那Windows呢 它是需要手工的把盘服分配给这个光区 或者是U盘 才能正常使用 其实它的作用跟Windows是一样的 就是给它分配盘服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盲测明律本身 盲测明律如果什么都不加 或者加一个-L L会显示卷标 它会显示系统当中已经挂载的设备 那也就是说 Not 什么都不跟 回车 大家能看到 我们有SD-E5 这是它的设备文件名 挂载点是根分区 那也就是说 根分区是SD-E5的盘服 还有SD-EBOOT分区 SD-E2 HOME分区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两个内存挂载点 我们说过 跟下的POC和跟下的SIS是我们内存 还有几个这种临时的文件的挂载点 那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现有的 我们可以操作的 比如说 根分区 SD-E5挂载点的根 它的文件系统是EST4 全线是读写 这就是Mount直接回车的作用 直接回车 就是用来看什么 我当前系统当中 已经挂载了哪些分区 有这样几个 当然还有一些临时的出现挂载点 好了 这就是Mount直接回车 那如果是Mount-A 它的作用是 依赖PCC下FSTD这个文件的内容 进行自动挂载 进行自动挂载 我们说过 分区是开机的时候系统自动挂载 但是光盘和U盘硬盘不是自动挂载 那怎么自动挂载呢 就是依赖这个文件的写法 进行自动挂载 注意 我的光盘 U盘 移动硬盘 都不能做成自动挂载 原因 你能保证你的Linux 每次重启的时候 光区里都有光盘 都插着这个移动硬盘 不可能 那如果你要把它做成自动挂载 当你的光区里没有放入光盘 你重启 系统就会溶毁 所以啊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 按照这个文件里的内容 而来实现自动挂载 那这条命令 大家先知道 它的作用是否就可以 我们后面去讲 斯兰佩额的时候 再来说 如何修改这个 自动挂载文件 自动挂载文件 这里我们只说 Mont-A命令 它的作用是什么 按照我们呢 配置文件的这个需求 把我们的所有分区 重新挂一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A列意思是O 这两个命令 现在暂时我们用了更多的是Mont 就查看系统当中 已经挂了哪些分区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学 挂载命令的格式 这个命令的格式 相对来说较处复杂 Mont-T 后面写文件系统 如果我们挂的是硬盘 挂的是分区 默认文件系统 就是EST4 那如果挂的是光区 我们的光区的默认文件系统 是ISO-9660 没有道理和讲 技巧的事情 那如果是Windows的分区呢 那FIT16和FIT32 在LINTS当中 识别为VFIT VFIT 注意 这是FIT32识别为VFIT 如果是FIT16呢 识别为FIT分区 手工来指定 文件系统那些 这些别着急 我们下节课 举例来挂载光盘和U盘的时候 来看怎么用就可以了 那后面呢 还可以写挂载之后的卷标名 卷标啊 就相当于给你的分区 起了个别名 其实义不大 不写也无所谓 你还没有写完 所以换行 刚好可以指定挂载命令的特殊选项 后面去写我的设备文件名和挂载点 它的这条命令的作用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把设备文件名和挂载点连接起来 只是可以指定文件系统 指定卷标 指定特殊选项 但是如果这些都不写 看 我全都用中号扣起来了 什么都不写 也是可以实现 把设备文件名和挂载点挂起来 它只是用所有的东西都用默认 都用默认 其实Mount命令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把设备文件名和它的挂载点连接起来 好了 刚好指的是特殊选项 这种特殊选项对Mount命令来讲较多 我这里用这样一个表格来描述 这个表格内容比较多啊 那说两个常见的吧 第一个就是Remount Remount代表重新挂载文件系统 如果我对文件系统的参数 比如说这些参数做了修改 我不想重启系统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O Remount把这个分区重挂一点 就会让我这些参数生效 就这么简单 再说一个就是这个X ESEC 它代表的是允许分区当中文件系统 大家可以当成分区来对待啊 可执行文件执行 如果是ESEC默认这个执行文件可以执行 如果是No ESEC 则默认这个文件不能执行 大家小心啊 有时候你的可执行文件不能执行 并不一定是权限的事 有可能是文件系统的特殊选项也没有比例 那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假设我这里写一个可执行脚本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这个脚本如何编写 但是写一个最简单的 任何一个程序都有Hello 是吧 那我们就写一个Hello 或者写一个Hello.sh 那么我们的所有的Linux脚本都必须这样开头 代表我下面写的是B-A-S-H Business脚本 直接用echo后面写我要想输出的内容就可以了 比如说李明或者是Mr.李 李明老师 是 is the Hotman 当然不是 一个身材火辣的男人 一个身材火辣的男人 这一点我估计大家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理解 明高的这个身材 把兄弟男的很多女老师迷得晕头转向 身材火辣的男人 好了 就这样一句话 要想让他执行 只要他能执行 就可以运 这可以输出这句话 那现在普通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给他赋予执行权限 哎 他就可以执行了 执行方法是用点杠 哎 用相对路线或者用绝对路线都是可以了 他就会运行 但是如果我强制的看 重新挂载 让他不支持执行文件 这里啊 我是说了是某一个分区 我最好不要去改根分区 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超哥把后目分区单独分区了 所以把后目分区 让这条命令不能 让所有的执行文件都不能执行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执行这条命令 执行这条命令 Mount 放O remount 重新挂载 那我号分割第二个功能就是no exec 不让执行 不让谁 我们分区执行 这个时候 把它挂载完成 重新挂载 我们还记得我们昨天 先看一下后目分区的分区号 后目分区是sdr sdr 我们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当鞍 tofs dvesha sdr 大家就会发现啊 sdr的超级块里 它的权限这里现在暂时性的没摇 但是noexec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算不找了 太麻烦了 不看了 就在这里就能看到啊 这个时候看啊 我的hello的在这里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我把它复制 复制到后目下 在后目当中 我cg到后目当中 这个文件在这 然后.gob hello .gob hello .sh 它就会说 权限不够 哎 我是root root是这样的 哪怕它没有权限 也可以 可以操作 而且何况 这个文件是755的权限 是可以执行 那就说明 它根本不是靠读写执行 限制的这个文件 不能执行 而是因为我们重新挂载 不让它支持的这个默认的挂载选项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让它执行 把它挂载回来就可以了 重新把这个命令 执行一遍 把noexec 这个时候再去执行 这个时候再去执行 就会发现 可以去写 好了 我们可以尽量不要去修改这个分区的默认挂载的分数 不过啊 有一些分区 比如说像刚刚的货物分区 是给普通用户干嘛 进行文件系上传的 货物分区如果单独分区 我一般是做文件服务 允许用户上传 这个时候如果用户上传一个护码或者病毒 就它一旦执行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系的崩溃 我们可以考虑把货物分区 把它的选项改成noexec 不让这个分区的当中的执行者可以允许 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分区安全 大家注意啊 这个 mont命令的这些选项参数 针对的都是分区 针对的都是分区啊 小心 好这就是我们说 mont命令的基本用法 那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下节课我们来用mont挂载光盘挂载油盘 来看看mont命令真正的挂载 是怎么样来运作的 我们这节课就是这样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 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汐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